厦门中山路 喜爱然望是最热闹的地方 路边却有几张显眼的茶几 不比而来的茶香 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 比较老的叶子 还有红色的那种叶子 也给它挑一下 叶子比较老嘛 不耐泡 然后一个是泡出来的口感 就没那么好 都说厦门人爱泡茶 大姐熟练的挑减茶叶 确保没有多余杂质 掺杂其中 来自安西的铁观音 还得经过一系列烘烤过程 才能更显茶的韵味 像清香它讲究的是 它的整个的鲜爽度 喝起来的话 比较像我们说的 比较清爽好鲜的这个感觉 这个浓香它就比较容易 香气也不一样 老板严禁前出身茶叶世家 对于茶的品质香气 更是如鼠家珍 为了更加迎合大众口味 它把在台湾杭州 吃到的茶餐概念 也带到了厦门 进一步创意改良 吹茶鸡慢慢出水 茶汤呈现漂亮的金黄色泽 不要以为是要做饮品 这个可是茶餐料理中 最重要的基地 我们是用盐液的茶 把它萃取出来 然后作为它的汤汁 下去煮 下去腌制 那这样的话可能像一些 做一些鱼类海鲜类 它会气腥 萃取完的茶叶也不浪费 油炸过后足足脆脆 就像小鸣嘴 放到一旁备料 紧接着重头戏上场 把虾虚虾脚 给它稍微剪一下 虾开个背 把虾线挑出来 一只只虾子 先小火炸过后 再跟茶叶洋葱辣椒等香料 一起爆炒 不出十分钟 一道非常下饭的咸酥茶虾 就出锅了 许多客人都冲着 这一道来朝圣 长这么大 也四十几岁的人了 第一次发现 茶叶跟虾跟鱼 还能做在一起的 太奇妙了 一个很香 然后一个酥脆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茶叶很有味道 就很入味 对 所以这感觉挺好的 客家菜和这个米兰菜结合 你看还有这个海鲜 我觉得这样的搭配特别好 清香的铁观音 它本身的话 带有淡淡的兰花香 然后观音印 可能吃起来的话 比那个龙井来讲 它可能厚重感 印味会更强一点 不只老他爱吃 还有这一道鸭肉汤 也不逊色 传探过的鸭肉 直接用茶汤焖煮 完全不放一点水 保留最纯粹的原味 它关键是不原味 还有那个茶的特别的香味 刚好适合我们这种年纪大一点的 只是好吃的秘诀藏在细节里 老板坚持不放茶包 就怕煮到后来茶味会变掉 反而增加了酸色口感 你一直煮的话 茶叶是会色的 茶叶茶汤先退起出来 然后再去煮 不会有茶叶的色味 也有茶的香味 大陆乌龙茶它整个的占比 还是比较大 以大红袍入菜的 红烧肉啊 还有一个像白茶的鸭汤 老板以茶会友 把自己对于茶叶的热爱 转为美味佳肴 在厦门包容开放的餐饮市场中 再添新意 东森新闻 廖启光 李宜培 在厦门采访报导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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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